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欢迎来到线上每日曙光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一个主题为 重新设定你的观念 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二节 他说你们要思念的是天上的事 不是地上的事 相信在每一年呢 我们都会有自己的愿景的 我们曾经担任第四任的首相 敦马迪医生呢 曾经在那个时刻 他为国家设定了 也设立了一个 也就是2020年的宏愿 可是在2020年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呢 他却是一个世界 也就是全世界大翻转的一年 2020年及2021年所经历的这个疫情的事情呢 也许呢 也大大的打击了我们 使我们看不清我们前面的前景 成为基督徒的基督的跟随者呢 我们被呼召是凭信心 不是凭眼见 但对我们人类而言呢 我们要的是可以看得见 是可以掌握得到的事 我们要掌控什么呢 我们要掌控自己的生命 我们要做自己的计划 我们要实行 制行我们自己所设定的事件表 但是2020年的领导呢 使到一切的肯定 可以稳妥的来计划的一些事 已经变成不确定了 我们被迫呢 要面对难以控制和掌控的处境了 当我们的计划被动摇 不能够进行我们预想要进行的事的时候 我们却又进入了这2022年 在这2022年之前 我们是否依然在坚持着我们自己的观念 还是呢 选择说 主啊 我来到你的面前 询问我们的上帝说 我们 要重新的 在他里面 看见他所要我们看见的观点 和意向是什么吗 保罗他引导哥林多的教会 在哥罗西的教会里面 他在哥罗西书的三章二节 他说你们要思念的事呢 是天上的事 不是地上的事 我们有信心 并不代表任何事情 在我们所面对的当中 是有答案的 而是在没有答案的当中呢 是在摇晃的当中 处境不稳定的当中 我们依然 尾身活在那不动摇的旨意和目的里面 虽然这个环境 这个处境已经动摇了 已经改变了 如今 我们呢 有的是什么 我们有的是 属天和永恒的观念 和观点 当在这一年 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候 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前方的时候 尝试以神的国度的眼光 来去看属天的事 若我们依然围着所追逐和期待的事 还没有看见发生 还没有看见它实现 也许是时候 我们要重新设定 我们的观念了 撒摩尔记上的第十六章第七节 他说 耶和华看人 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表 但是神是看内心的 当身边的人在看我们 能够做什么 或者想要做什么 才能够符合我们身边的人 或者是周遭的人的时候呢 就在这2022年 这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呢 寻求他的观点 寻求他给我们那敬虔的意向 神的话语 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 他告诉我们什么呢 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意 这一切都必定会加给我们了 所以愿呢 我们今年能够紧紧的 来重新的告诉自己 不要自作与我们的看见和观念了 也许是时候我们放下 说主啊 是时候我们要重新的出发 重新的来设定 神要我们看见的观点和观念了 愿神赐福大家 谢谢